六六聊四季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六 今天來看瑪麗人 最常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OK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的文明 選擇的是瑪麗人 瑪麗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騎兵單位呢 有這個飄漢精神 精冠科技 所有的騎兵單位呢 都可以加4點傷害 傷害非常的高 喔 不好意思是5點 記錯了 5點傷害喔 所以他的肉碼呢 跟這個駱駝 都可以加到 7加7的傷害 14攻駱駝跟14攻的輕騎兵喔 那他後期的打法 主要是配騎兵跟步兵 為主的文明喔 他的弓兵單位雖然有強弩 但是沒有三級色 那瑪麗人呢 他的步兵單位 是有這個 每三個磁帶死 步兵遠防 加一的效果 所以瑪麗人的劍兵勇士 遠防是非常高的 因為到對方的弓兵開局 往往都會打一個劍兵勇士 或是轉這個大肉碼 沒有 他只有新騎兵 沒有大肉碼 肉碼或重裝騎士的搭配組合 遇到對方的步兵單位時呢 也可以考慮使用飛刀努獵手 進行反刺喔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意大利人 那意大利人呢 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 碼頭科技喔 是有這個折扣在 還有大學 所以意大利人呢 他的前期的海戰優勢喔 就有那一波初期的經濟折扣 讓他可以快速轉出弓炮戰船喔 那封建十代史喔 他的戰船優勢喔 基本上是沒有的 他只有這個漁船的折扣 比較便宜而已喔 那意大利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算是全能型的喔 護兵騎兵工兵都可以打 也可以打強奴 也可以打意大利的這個勒納弦手 還有這個騎士啊 而且意大利有大洛馬 還有疾兵傭兵都可以用 所以意大利人喔 他也算是一個全能型的護兵 而且他也有火炮火槍 而且也有這個大衝車 所以意大利人的後期打法 其實有點像是薩拉森人的那種感覺 有點算是 弓箭版的薩拉森人的view 那意大利人呢 他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於一個開龍型的 因為他本身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還是需要透過一些方式 讓自己經濟增長 3TC 開龍是一個比較適合他的策略 那馬利人呢 他這邊的經濟加成是有這個金礦 深層金礦的效果 金礦可以挖得更快一點 而且攜帶數量也會多一些些 挖著黃金喔 金礦被消耗的速度也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在這張圖選馬利 我覺得蠻奇妙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地圖是蠻多金礦 基本上這一坨金挖完 應該是可以結束比賽的 所以選馬利的話 通常是會顧及到地圖上很少黃劍的情況 才會選馬利 那我不太確定這邊viper的想法是什麼 畢竟世界冠軍常常會出奇招 好大家也習慣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斯坦會怎麼打 這邊看到已經補了一個魔紡 這邊是有細節在的 是先下馬頭 這個魔紡都是會比較慢開的 viper這邊則是沒有 這邊要跟阿拉伯不太一樣 要稍微補充一下 右邊這邊維持 目前看到兩邊都是四艘魚船的策略 而不是五艘六艘或七到八艘 這種奇怪的魚船數量 四艘算是很正常 這邊viper是先率先打出了戰船 這裡是沒有維加的關係 所以viper這邊的經濟 會比義大利人這邊好上一些些 義大利人這邊維加花了一些資源 但其實也沒太多 那正面這裡應該 找個機會再維持 會比較好 蓋個城門之類的 結果右邊這隻村民可能會被包 這就是viper嗎 這個手術 要打到這個世界冠軍等級 所以必須自備這個手術 才有機會成為世界冠軍 好 肉馬回來救一下 快點蓋個房子 村民蓋在外面 打囉 那戰艦的部分 義大利也是轉出了火戰船 目前viper是兩艘戰艦都殘血了 趕快拉到岸邊 拉一隻村民過來補下血 秀一下戰艦 這個戰艦血量太慘了 右邊這兩隻肉馬 前期交戰一下 viper的肉馬應該是逃不掉了 再一刀 有機會嗎 還沒有打到 阿... 去... 去... OK 那viper至少海戰的部分 目前拿到了一點主動權 但是結果對方兩個艘火戰船 直接過來燒了後面的碼頭一下 然後看到戰船趕快燒一燒 OK 最後燒掉了一艘戰艦 哇 這艘一滴血的戰艦沒燒掉會很虧喔 硬燒 可以 有燒掉的話就還能接受 viper這邊已經點下城堡塞 但義大利人早就已經升級好 甚至盧炮戰船已經升級上去了 這裡是義大利人最強大的時候 海戰部分 OK 戰艦升級上去 現在有戰艦上的優勢 趕快打出一個時間差 現在你是海上霸主 但是瑪莉這裡也是有轉非常多的火戰船 所以現在數量壓制沒有辦法打到更好的效果 這邊已經提前按了一艘自爆船 這就還不錯 待會爆下去的時候就會非常舒服 OK 炸個一下兩艘直接換掉 贏了 這邊炸魚船 不炸魚船 哇哇哇 猶豫了 猶豫就會敗北 呵呵呵 這魚船散得很好 白伯 最後還是 丟失了海戰優勢 那這邊白伯 最... 差點炸掉 兩艘都殘血 那現在白伯現在目標 還可以在右邊再蓋一個碼頭 去出這個自爆船或補戰船 去燒掉義大利的魚船就差不多了 那現在白伯是3TC開的 而且還補下了修道院 上方的城鎮中心已經開好 OK 瑪莉在這邊補下洛馬的升級 右邊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3TC開農 這邊洛馬換掉 沾燒火戰船 在下面巡邏 看有沒有在偷吃魚的漁船 就回到上面 上面再捕魚了 並沒有在下面 這時候塔塔應該要意識到 趕快繞到左邊 這時候義大利人轉出了 輕騎兵升級 還有這個神聖思想 這邊是為了要去撿聖物 自己要有輕騎兵的升級 才能打得以瑪莉這邊輕騎兵 中間這個青苔路是可以走的 稍微繞一下 右邊這個生物繼續防守 唱完兵再解掉一隻 唱完兵都很容易在撿聖物 來這邊點一下輪手技術 生女 兩刀一隻 搞定 好 那Viper現在是海戰全島了 魚船都沒有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塔塔經濟也還不錯 並沒有落後於Viper這邊 Viper來到了71村對69村 3TC 4TC 這兩條鱷魚 沼澤喵喵 偷咬女村民 結果塔塔下方的這個快晶 還沒有過來控 該來控了吧 來了來了 等這個時間點站不來 會有點維持一軟 待會要是讓Viper挖出一棟城堡 直接壓在這裡 生活就很難自理了 Viper這邊是點下了一弓 生女撿了一些生物回來 三個生物 那現在丟失海權情況 就很難從中間這裡可以移動 這張地圖中間還拿下來 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從中間 迅速運兵到敵人家 當然敵人也可以 當然敵人會遇到火戰船的騷擾 還有自爆船的威脅 所以不太適合 真的從中間運兵過去 在自己沒有拿到海權的情況下 這張地圖沒有拿到海 其實也算是蠻傷的 哇這隻生女又被擊殺掉了 Viper這邊率先點下了帝王石袋 兩邊打一個偏農 打帝王石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肉麻 有點危險 拿掉 快急死去 OK 現在ViperTC越開越多 5TC農上去了 右邊再蓋一個城堡 意大利也順利開出了金礦 現在Viper想要給對手壓力 轉出了飛刀女獵手 但是飛刀女獵手全部撞掉 意大利人這邊轉出來的是 勒納亞奴手 勒納亞奴手對上飛刀女獵手 兩邊都是一個射程偏短的文明 基礎射程只有4 飛刀女獵手更短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沒事沒事沒事 基礎射程飛刀女獵手是5 沒事 兩邊都是5射程 待會意大利人還可以再加2點射程 總共射程會變7點 7點射程 對於上飛刀女獵手5點射程 飛刀女獵手還是更有優勢一點 那Viper為什麼這邊要轉飛刀女獵手 主要是要防下意大利人的帝王時代初期的傭兵暴 大家可能對傭兵不是這麼熟悉的話 只要簡單記 傭兵這個單位 就是高移動速度 快移動速度很累 然後攻擊力有歧視傷害力 防律本身 算有跟沒有一樣 但移動速度很快 血量還不錯 招架來說比劍龍貴了一些 黃金35塊錢 但是不太需要升級 劍兵有的事的話還需要升級 那傭兵是不用的 而且跑的還比劍龍還快 所以這邊轉飛刀女獵手的話 意大利人就只能轉強奴或者是勒納龍手 那勒納龍手是比強奴還更快要速成 因為他不太需要升級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畢竟你還是要從小弓升到弓兵 總弓兵再升上去 還有這個升級流程 就像這個射箭場的佛姿 就是需要資源 好 上面補了一些射箭場 看來是要轉強奴嗎 唉唷 頭子車砸到一發 就是壓制 瑪麗這邊選擇其實很多 但還沒有決定要用什麼方式去攻城 現在只靠飛刀女獵手 是太行 等一下還要看一下 VIPER會轉出什麼樣的兵種 像是火炮瘋狂壓制 大管火炮 好 下方的左邊承認中心 背肉馬跟弩炮戰劍 他支住了 但是VIPER這邊步步為營 步步推進 推進推進再推進 瑪麗這邊是點下了 更多的飛刀女獵手 他 MIPER你是動真格的嗎 飛刀女獵手 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他的血量雖然有被提升 以前血量很少 只有35滴血 現在有40滴血 金銳是45滴 但是抗箭矢能力依舊還是很悲劇 瞬間被射爛的 這就是我對飛刀女獵手很不好的印象 雖然他的優點是拆建築物速度很快 因為他本身實在是步兵傷害 就是近戰傷害 所以拆建築物很快 縱火技術不被技術 飛刀女獵手也是可以獲得的 OK 這邊點下三級的步兵台價 稍微能抵抗一些箭矢 義大利人轉出了火槍 義大利人的火器單位是很便宜的 這裏全吃火炮 火炮全加餐 左邊這塊肉馬也是沒什麼奧理的意思 這邊擺盤偵查一下 看一下右邊的狀況如何 看起來還行 這邊繼續推進 飛刀女獵手跟壓力 火槍打飛刀 火槍的射程比較優秀 而且打飛刀女獵手 傷害會有外增傷效果 所以瑪莉遇到火槍的話會很痛 但是這裏有火炮可以反射火槍 所以目前還可以接受 現在兩邊有點互相傷害 反正不會有火炮 旁邊互相用火器壓制對手 火炮出來 先撿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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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 往前走 兩邊互丟 但是火炮走在前面 直接被火槍加熱納爐 弩手射掉了兩台 前面的飛刀女獵手 完全夾不住 火槍射飛刀 太痛了 射到頭破血流 OK 真的受不了 只靠飛刀女獵手 是不行的 這邊轉出了聖路馬 新騎兵 繼續回救 火車掌了一發 後面火炮 打了一炮 後面兩台巨銀頭是第一次 也被打掉 這個城堡應該是能夾住了 夾好夾滿 夾在這個位置 讓敵人進不來 這邊義大利人 反推了回去 這波交戰 蠻精彩的 剛剛Viper 為什麼一直往前走火炮 是因為塔套這邊也是會預判 對方可能會往回拉 如果他往回走的話 就會遲到火炮的路徑 所以剛剛Viper的火炮 都一直往前拉 不要避免被火炮打到 但是前方的火槍 跟熱納爐爐手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往前拉 似乎也不是太好的決定 那往後拉的話 肯定是會被秒殺的 直接選手的反應 都是非常快速的 我們一般人看起來 覺得是一個錯的決定 但是他可以讓他延長 大概一秒鐘的生命 或者是 或者是讓他有機率活下來 往後拉的話 肯定沒有機會活下來 剛剛細節操作 是做好做滿 但是發生太快了 有點來不及講解 好 OK 往前 火炮 NICE 這個又點掉了一個 這個可以再點喔 NICE 這個硬點一定要點 好 VIPER這邊尷尬了 火炮全部收光 塔塔這邊的操作非常亮眼 努頭很準 炮 打一下 然後後面修理弓 前方的肉馬也不在送 火炮如何 爐爐盧手打騎兵的額外增傷 實在太高 雖然還沒有精銳喔 精銳會在更痛一些 右邊有少量的攻兵 這邊稍微把村民往裡面拉走 可以讓我們綠手過來救一下 那現在拿到海戰優勢的玩家 就可以使用中間的海圖 這邊進行運兵 把兵一匹直接運到敵方家裡 這裡非常多 28隻火槍 加上14隻的熱納農手 要走過去了嗎 直接偷渡到白回家如何 但是現在塔塔好像也會擔心家裡守不住 所以本來好像要往前走 但之後還是拉回家裡 OK 那這邊金略火炮戰船出來了 那待會延暗地區 這邊金礦只能挖上面安全的部分 待會這邊的金也會被控制住 城鎮中心會不保 那左邊的地方呢 這裡待會還可以用火炮去拆掉軍營跟馬舊 這邊肉麻來抓一下火炮 哇 自爆船炸了一波 直接把肉麻炸個洗髮爛 這就是拿到海圖的極大優勢喔 OK VIP這邊繼續補下更多新騎兵 這時候還沒有點下 那 挑戰精神喔 太狠了 海圖優勢真的太狠了 肉麻怎麼來我就怎麼炸 塔塔表示 這裡就是你的海葬場 葬送的自爆船 欸 走岸邊欸 超勇敢的 走這個青苔路 是會被自爆船炸個一波 整團飛到女獵手的可能就沒了 哇 手撕 戰劍 用飛刀拆戰團 這個只有C6我可以看到的畫面 如何用飛刀集成一艘戰劍 你敢進 要只要多殺寶的飛刀 才可以讓戰劍給集成 好 這邊壓制到門口囉 這裡運兵成功 右邊家裡少量兵力防護率 現在要打多謝很困難 哇靠 這裡要硬夾嗎 這裡要硬上咧 Viper 飛刀一直往前丟 還是會夾不住城堡的傷害嗎 飛刀獵手數量掉得非常快 後面熱納盧手 極力防守 但是最後城堡也是掉了 哇 右邊壓制去撤 撤到第二防線城堡 目前卡到這邊 工程不順 工程農田不成功 開始往上發展 想要把往上的金礦全部端掉 畢竟只要控住Viper的黃金 先讓他鑽到金礦 基本上就十拿久穩 快到這邊 飛刀 加上火炮 巨頭 肉馬 什麼都來 會拆掉這個城鎮中心 開個一炮 搞定 上個生物被打噴了出來 肉馬開始往裡面繞 然後 塔燥開始出現了村民損傷囉 村民只剩下111 14村 就兩隻手 哇 開射了 好慘烈 但是塔燥家裡也很慘 兩人邊都是互相傷害 這邊也被圖到了幾隻村民 左邊的部分 又有更多飛雕 加上肉馬出來 當前面的肉盾 飛刀傷害 還是很痛 飛刀數量明顯下降很多了 剩下15隻而已 好 Viper左邊的 這礦場也被壓制住 現在斷金囉 黃金完全歸零 好 右邊的馬就可能會被拆 哇 這邊繞了一圈 又回到自家了 好 前方的熱納爐手 直接集結 好 金瑞熱納爐手 升級好 血量沒有死地 這一波反擊回去 生物找個機會可以撿一下 哇 再一把 再一把 好痛好痛 哇 這個飛刀 好痛啊 好難夾牙 塔套這裡可能要被夾爛了嗎 火槍開始出現了劣勢 攻擊速度 比飛刀慢了一些 火槍最大的問題 就是射速慢 我能被高攻速的單位打成白癡啊 我跑這個飛刀打戰劍 太痛了 一下15滴 剛好 對他一下15滴 沒錯 好沉啊 飛刀 好 這邊這根城堡應該是很難夾囉 只有少量存在修理 爆麻這邊上前 這邊飄悍精神還是沒有機會點下 攻擊是7加2傷害 打火炮的話可能要打很久喔 甚至連一台都打不到 熱納爐手瞬間解掉肉馬 火炮反擊 沒有打到 哇 兩邊控制 控制得很好 這邊閃火炮閃得很漂亮 OK 那左邊也有少對少量的 熱納爐弩手 熱納爐弩手是打不太贏 喔不 飛刀女獵手是打不太贏 熱納爐弩手 所以左邊這個地方喔 只能用飛刀女獵手跟他互換喔 數量要多一點 用落馬去換的話 換的話會越快越虧 好痛 這個火炮打得非常漂亮 好 BIPER這邊鬼轉一波海戰嗎 他突然意識到這個海戰不拿下來不行耶 對方會一直從中間運兵過來 有點麻煩 好 生物開始撿 好 歷大利人轉出了快速火戰船 突然意識到BIPER想要奪回海權的意思 好 左邊的仍爐弩手 好 殺掉一些村民 BIPER這邊開始有點夾不住囉 這邊再繼續壓制 前線蓋個工程器製造所 前線量產火炮 好 點下了銀罐技術 巨盾科技喔 可以增加傭兵跟 惡娜弩手的 近戰一點 跟遠防一點的裝甲 裝甲會再更厚一點 好 這邊 這一坨兵應該是暫時減掉 好 家裡要殘火炮嗎 好 有了 這裡有殘個火炮 好 這裡還有一台 好 先換掉一台火炮 不錯 NIPER這裡有機會夾得住嗎 再來一發 不會了 看到有火炮在反擊 先往後退 沒有打到 好 下方巨頭 架了起來 繼續攻城 唉唷 這邊差點預判到 吃了一堆箭矢 右邊 用少量兵夾住 左邊繼續進攻 然後這一波打起來 是相當難撿 現在最麻煩的是 瑪莉能撿這頭兵的最好方法 是投死車或是火炮 用肉碼去撿的話 他覺得是撿到頭破血 用沛東女獵手撿的話也是 沛東女獵手很容易被 勒納奴手給射外 其實勒納奴手的射擊速度 是可以吃到拇指環 瘋狂射射 哇 又射掉了 怎麼辦 唉唷 痛 有夠慘 那投死車的部分 要出的話也要先解決對方的火炮 然後對方有火炮在 就很難去 產出投死車 這類的東西 好 如果飛刀回來就 果然遇到 熱納奴手也解不了 這個祖侯真是麻煩 出奇病的話 那又會被熱納奴手給射歪 怎麼辦呢 Viper 動物點下飄悍精神了 飄悍精神點下之後 攻擊力就會來到了 7加7了 4點傷害了 傷害力的話雖然是夠的 但是現在Viper似乎沒有這麼多的肉 可以去轉出肉碼出來 那這邊石頭夠多 庫存還有1000多石頭 可以慢慢修理 好 開始來到右邊 哇 最後右邊一台火炮直接被收掉 這裡飛刀還在追擊 好 再兩發 來不及 射一刀 好 左邊這裡抓到一個小機會 這裡 欸 火槍怎麼少了那麼多 被火炮打掉的嗎 奇怪了奇怪了 哇 這邊石頭船 怎麼亂炸了 看到碼頭就殺下去了 Viper這一波 好像夾住了 火炮全部收掉 Nice 哇 我們剛剛在看右邊的時候 左邊好像有打起來 但是右邊好像已經被收乾了 好 看一下這上面了 這上面的進攻 火炮數量也是很多 還有4台喔 至少Viper的手度自家了 但海戰部分依舊沒有進展 開始有些海巡鼠出來了 這裡的海巡鼠只有兩艘 好 四艘 先燒戰船 我們這邊肉馬過來夾個一下 先去後方攻擊火炮 火炮第一時間被集火收掉了一台 先放著飛刀女律手 努力抵抗對方的火槍與火 熱量的奴手 後方的火炮又繼續補過來 這裡的火炮打個一發 預判差一點打到飛刀女律手撤退的路徑 這裡火炮趕快先打掉村民嗎 還是要先打殘荒林地呢 好 先打村民 哇 死了幾村 好 所以仍娜奴手 絕對不能被拋到 現在Viper利用自己的騎兵優勢 開始大馬爆 自襲四艘了 繼續自襲 哎喲 中了幾發 這個躲不掉了 好 拉一個小隊往前 希望可以點掉對方的火槍跟火炮 但這邊的路實還太狹窄了 直接被火炮打成殘血 然後被最後的飛刀女律手跟城堡給收掉 無法寶貝爾這波賈得很好 看到這波有點小小的失誤 這一坡直接無情送光 瑪莉這時候轉出了護兵單位嗎 在這裡轉劍勇的話 還是沒有辦法扛得住火槍的傷害喔 Viper該怎麽辦的 哇 哇 完了 我就知道 這一砲下去 Viper可能會死很多 哇 那兩邊也是 最終 互換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但是依舊的義大利還是 是活下來 那飛到你的手全面潰敗 全部死亡 義大利人終於轉出了大洛馬 終於想起你是有大洛馬的文明嗎 好義大利人 全能行 想出什麽就出什麽 OK 這裡搞定 招手電兵現在的遠方是1加7 隨勒納爾弩手 雖然射 他不會痛 但是火槍會 所以 火槍 或者勒納爾弩手 是一個很好解 對方 拿利人的 的 劍兵有事 那現在劍有一點點拆下去 好 右邊開始被 大洛馬 燒來燒來燒來來去 有點麻煩 現在viper的經濟一開始往下掉 臭命只剩下100吋 本口數只有133 卡超又要拿下比賽了嗎 這一場viper好像快夾不住了 這邊轉這麽多的雙手劍兵 只能砍洛馬 要砍到對方的火槍有點困難 先放洛馬進去追 轉出了一些駱駝 駱駝6加7的基本傷害 非常痛 但是沒有重中弱頭的關係 打洛馬傷害還是有點差 下方這根城堡是重點 能夠拿下來嗎 拿下了 上方洛馬也不慣城堡 只是在金礦跟農田裡面亂竄 直接走到最深處 viper在農田中蓋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根城堡只有三個人在蓋 原來viper也是慣老闆 這個還要蓋很久 不行啦 員工快要過勞死啦 viper多拉個幾村吧 最後三村再蓋 還好他的老闆請了很多保鏢在旁邊 讓這個員工可以專心工作 好 下方的四台巨頭 直接被手撕 收掉兩台 最後兩台有機會嗎 勒納魯手傷害非常快速 再一台沒問題 再一台 最後四台都順利收掉了 但是前方的修道院也已經垮下來了 四個生物在面前 viper最後打出了聚聚 這個勒納魯手配火槍真的是強 打到雖然中間進攻 有失敗過幾次 但最終還是拿下的比賽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靠大洛瑪來終結 這個大洛瑪集中性實還是太好 瑪莉這邊沒有大洛瑪就比較可惜一點 優點是他的洛瑪的攻擊力比大洛瑪傷還要高 但血量上是少了15滴血 我是覺得這個優勢有跟沒有一樣 可能要讓瑪莉有大洛瑪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的部分是由viper拿到2000支人勝利 黃金方面大概輸了7000 義大利人這邊經濟是更好一點 但肉類的部分是瑪莉更多一些 軍事方面則是義大利人拿到1.45的KD 瑪莉則是0.69 果然還是拿槍的比較厲害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要不要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拍手 之音樂 各地道